斗阔苍情年番最新剧情里四方阁大会圆满落幕 萧妍和封尊者分开行动 封尊者去找老朋友商量就要老的计划 而萧妍则踏上了新女城 前往丹城参加炼药师大会 这也意味着年番二结束了 与此同时官方也放出了年番三的预告 里面萧妍的白发新造型超帅 还有轩儿在中周的新形象 美得让人心动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之前官方预告了 萧妍新造型是学会天火三旋变后 用的是古灵冷火第三变 虽然只露了半张脸 但超惊艳引起全网轰动 如今官方终于公开了萧妍白发新造型的正脸 新预告里萧妍还是扎发带空气刘海 但头发变白 脸上多了金色纹路 估计就是天火三旋变的印记 眼睛也变淫白了 辉旋中指超帅 而且她的气质大变 更强悍霸气 还有古冷酷卷 一直以来 在豆婆苍穹动画里 萧妍和薛儿的剑模常被吐槽 不过萧妍在中桌片后 终于迎来了翻身杖 尤其是她的白发造型 现在大家都盼着萧薛儿的中桌新模 毕竟这可是女主翻身的好机会 以前官方总是藏着掖着 现在年翻三即将开播 薛儿也迎来第一次亮相 官方也藏不住了 曝光了她的中桌新剑模 最新预告里 薛儿简直是大变样 穿青绿短裙 露大白腿腰超细 新装让她更性感漂亮 五官变了 没有网红感了 侧脸超美 白皮肤肩下巴大眼睛 非常发配珍珠耳环发簪 更显高贵身份 又美出了新高度 颜值大涨 不愧是大家心中最美的女主 另外 小一仙斗尊新剑模也曝光了 穿衣风格没变 裙子多了浅色布料 更妖魅了 尤其是在战斗中 可以很好抓人眼球 欣赏小一仙的大长腿 简直不要太惊艳了 对于薰儿和小一仙的新剑模 小伙伴们觉得怎么样 欢迎留言讨论